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以及线上的伙伴大家好 我是文悦 我同时是Wikidata台湾社群的共同主持人 以及也是Wikidata.com的工作团队之一 今天由我跟大家主持这一场 Wikidata与成功大学历史系的合作 那今天这一场的内容 我们会用一个对谈以及分享的方式去进行 成功大学历史系跟Wikidata合作 其实在当时是我担任台湾维基媒体协会 秘书长时期去推动的一个专案 那当时也是由我们的另外一位伙伴 印环的引荐 那引荐我以及洪斌老师 这个成大的历史系教授洪斌老师 有了第一次的对谈 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去出发的点 是在思考说 其实我们在看维基百科也好 或者是维基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专案 包含Wikidata Wikimedia Commons 或者是其他的Wikisource 维基文库的这些专案 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跟历史有很大的关联性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 我们在看维基百科的条目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章节 它可能叫做严格 或者它会叫历史 或者是在英文条目它就会叫History 那就是在简介说 这个东西过去的一些发展 那在这样的对谈下 我们就会再思考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从学校端这边 从历史系开始 去看看说历史系 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技能 专业素养 其实在这一块有很大的连结 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个 我们讲说叫数位人文的这样子的一个学科 是有可能跟维基的这些专案 维基媒体的这些专案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联系 所以就推出了我们这个 维基总统历史 用吊炸过去的一看 用启 incap力的 用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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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知識、公共知識是臺灣民主社會的最重要的基石 我们今天维基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一个已经最重要的平台了 我们不是说不要去用它而是要适合去改善它 那谁更以历史类的条目来说 谁比我们历史系更适合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变成是我们历史系应该要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让老师们、同学们慢慢的去理解 接受这样的理念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几年来不断想要尝试去做的事情 那这个专案会结束 但我们也趁着这个专案还在的时候呢 在那个REC的建议下 我们有那个开放知识社 就是学生社团的成立 希望这个专案结束之后 同学们也可以自己 其实他们现在都比我厉害很多很多很多了 他们可以自己去运作 然后从历史系出发去带动别的系所 来参与这个开放知识、维基知识的写作 那我们因为是历史专业系所 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历史专业研究跟教学的 角度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跟data的合作上面呢 我们其实有两个路线的开展 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去跟 刚才文悦提到的就是数位人文的这个方向去做合作 因为当代的历史学研究 或者说任何的人文学科的研究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于大量的资料库 大型的database的使用 但历史系的师生大部分都还是停留在 这是末端的使用者的这个角色 但wikidata的投入跟wikidata的学习 让同学有机会看到一个资料如何被建置 然后它元素如何被拆解 然后成为一个资料库的除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过程 所以这个面向上其实跟数位人文的相关讨论 是很密切扣合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作为一个专业细所 我们在意的不应该只是专业本身 我们要去思考的是说 这个专业跟台湾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那台湾社会目前面临到非常非常多的挑战 跟全世界一样 我们活在一个不安定的时代 那其中一个我很关心的 我觉得也是台湾社会非常关心的 就是高龄人口的问题 超高龄社会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专案 我们另外一个尝试的方向就是到社区去 到社区去去听长辈的声音 去听长辈的故事 然后去采集长辈的历史的智慧跟知识 然后试着把它放在这个data的平台上 做一个运用 所以我们等一下的报告呢 就会交给我们两位优秀的 陈大历史所的同学杜燕儒跟 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推动的状况 那最后也希望大家给我们 那个讨论的意见跟指教 那我们先请燕儒 那谢谢文悦跟洪斌老师的开场介绍 那我是那个 维基融入历史教学的计划助理 所以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讲 我们具体做了什么事情 那我是那个维基融入历史教学的计划助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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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已经将近快四年了 我们透过危机到底做了什么 今天就是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在大学 第二个部分是在社区 第三个部分是在社团 那在大学的话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从历史教学 然后到资料库的原理建制 那主要用的危机专案有危机百科 还有今天的主角Wikidata 那在危机百科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就是做了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我们想要摘要 历史事件的人物传记这种能力 那第二个部分的目标是想要 让同学们就是会有寻找 就是主题相关文献的能力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要 学会要如何尽可能的就是趋近 趋近那个历史的事实这样 那我们在这将近四年的时间 创造了200则以上的条目 然后主要是以历史的人事物为主 那在Wikidata的话我们就是希望大家 透过Wikidata去认识系上的刊物 因为我们主要做的是文献整理的工作 那我们做的文献就是由我们的 承担历史学报 然后还有一个是史记刊考 史记刊考的话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群师生 他们出去外面踏查 然后回来的 他们就会透过他们踏查的结果 然后写出报告这样子的刊物 那我们就是做文献的整理跟应用 那在这四年 在这将近四年的时间 我们就是创造了大概600条以上的条目 然后就是以刊物的编目为主 那这是左边的图是我们的第一次课程 那时候就是主要是以创建维基百科为主 那右边的话是我们会进入大学课程 那在左边的话那个 在上台发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 今天在场的围棋 那他就会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我们要写维基 那在这200则的历史人士 的那个草木里面 我就用两个例子介绍 那一个是中国史 像这个上环地的话是我们创建 那后来他有没有被更新 就是靠其他人去建立 那台湾史的话我举个例子是 张力俊就是如果有在 就是对台湾史有兴趣的人 他们可能会知道这个人 就是他留了很多的日记 然后很多的研究者 他们会利用张力俊的日记 然后去做比较像是生活史研究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 这个维基计划里面有同学 写了这个人的条目 那其实对于后面的 对这个这本日记 或者是这个人有兴趣的人 他们可以很快的去掌握说 这个日记主人他的 他的那个生平还是其他资料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 就是知识的 知识的流传是很有帮助的 那在这六百条里面的刊物的话 你知道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有办一个 办一个类似工作方的活动 那同学们就是利用六日的时间 来到就是聚在一起 然后写跟战后医师有关的条目 那这个战后医师明鉴的话 里面他就会有 也会有医生的名字 然后会有一张照片 还有他出生的地 他是哪里的人 跟他毕业什么学校 跟他的经历地址很多资料 那我们就会要求同学说 把这些资料整理好 然后可能打在Word上面 这些资讯 那最后的话 就会把他写进Wikidata里面 那我们还有要求说 除了 除了上面这些资讯以外 我们要另外找资料 就是像这个业座之后 我们就希望同学再去另外找资料 就有人很用心就是找到了 这个业座之后他的学位论文 所以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那学生回馈的话 就是有些人 有些学生在做的过程 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他就会说 好像有遇到效不足 或者是输入方法 或者是分类上的问题 那他们作为第一次使用Wikidata的人 他们遇到这些问题 然后就提出 那我们的讲师那时候是文悦 他就会去回答说 要如何解决 或者是未来可能的方向 那所以 这位学生他有说 他觉得自己尝试过 才知道设计有什么问题 那他也可以提出一些反馈 那我们这是 我们那时候做完之后的结果 就是我们用里面的工具 内建的工具 我们用人类 中华民国医师 他后来就得到了这样子的图 然后我们发现 很多医生都是从 这个台湾总督府 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出来的 那我相信如果 这个资料越来越完善的话 那我们呈现这个图 就会越接近40 然后也会有更多分析可能的 分析的可能 那这是在2022年5月 一半的活动 这时候我们的素材主要是使用 存在历史学报跟实际刊考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5月就是有 就是那时候有接受 入冠媒体的采访 那我们就 那时候他们就有写的这篇报道 就是自己的历史自己写 那有兴趣的话就是欢迎就是 搜寻一下 应该就可以找得到 那我们现在来讲在社区的部分 这是我们今年七八月的活动 就是我们就是进入新港 新港是在台湾的嘉义县 那里面有一个 就是在地生根很久的 新港文教基金会 那我们就是跟他们合作 那我很喜欢的一个台语俗言 就是可能要麻烦帮忙 帮忙播这个音导 这什么意思 就说 那事情要做要成长 那如果说没有草草 那我们就会放草草草 那如果说没有草草草草 那我们就放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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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米才来煮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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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简单来说就是做就对了的意思 我们做这个刚才的那样的音档 我们都会一段一段的把它放到危机的学院 然后像是这样子 就是里面会他的汉字写法然后白话字跟话语的解释 然后旁边的话就会把音档放上去 做这件事情除了是让就是对台语俗院有兴趣的人可以听以外 那我们也是藉由这个活动然后保存了这些长辈们的声音 那我们也有尝试说就是把里面得到的素材音档 然后要把它做成wikidata里面的语会 对那这个这部分的话就是还在建制中 那接下来是我们有办校外的营队 然后就是请他们有做那个危机百科 就是当地的当地的那个人物或者是建筑这样 那前面的话这个就是同学们高中生完成作品之后 就是很开心的就是在那个在他们的那个作品前面核导 那时候是主要是类可帮忙的 然后这是我们老师跟户外的活动 然后这个是今年的 今年的话我们有也是做 有做那个 户外实地查查 那等一下可能可以请准备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补充我们那时候 然后如何把汇讯然后结合到wikidata的活动 那在社团的话我们就 做出我们的围请 喂 有点大声 太大声了 好 那我是围请 就是像刚刚的文怨的老师介绍的 我是成大历史系 然后开放知识社的社长 那今天就是要从学生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怎么做教材 然后我们的角色 我们在维基融入历史教学的角色是什么 就是像刚刚老师有说 我们是2022年中成立的社团 那其实我们也才运作不到一年多左右 那接下来就是讲说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身为一个大学生 我们用我们有纳税人的钱 然后来念大学 那我们有很多的资料库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资源 那像是学校图书资源 我们一次可以借到30本书 超多的 然后我们可以免费续借10次 大概是一年的左右 一年半年的时间 那我们有一大堆免费的资料库 这些资料库都超贵的 那再来是我们很多民间跟目录集 都放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 那做一个大学生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享受的这些资源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资源有限度 然后適当的把它开放出去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 除了享受这些资源以外的事情 那就是从一个讲座开始 就是我们在年 2022年应该是年底的时候 就是文悦有来我们社团 办一个数位人文演讲的系列讲座 那这个讲座就是在讲说 Wikidata它怎么跟数位人文结合 然后它有一些使用的工具 还有实际的案例这样 那在2023年年初 就是我自己也办了一个Wikidata 然后跟人文资料视觉化工作坊 那这个工作坊的材料 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台湾省医师民间 那我们就是分配台东跟花莲的医师资料 让同学来见智掌 那在这场工作坊之后 就是有发现编辑有一点困难的地方 其实基础的资料建置还好 但是如果遇到 我想要一次编辑很多的资料怎么办 就是医师民间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 那如果我想要有一个有效率的方式 就是来这些资料要怎么办 那就有一天我就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在咖啡厅一起研究 要怎么编辑批次的资料 那那一天就是从7点 然后看看看到12点 觉得有点好笑这样子 那这是咖啡厅的可爱牟尼 跟大家分享 好 那最后这个算是日文讲的面境界 那就是自学的一个会议 那它的结果就是我们产出了一个 第一份我们的危机数据的教材 就是批次编辑 我记得它的标题叫做 让Wikidata的麻瓜也可以轻易上手的批次编辑教学 那这个教材它的TA 就是它的目标群众是 就是历史系的同学 那如果历史系的同学都可以轻易的理解的话 那肯定大家都可以很好的理解吧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那时候在看其他教学的时候 有点看不懂 那如果我做一个就是更好懂的教材的话 然后开放给大家 那是不是即使是非很资料科学 我是懂Data Science的人 可以更轻易的理解这样 那我就想说 从这个经验开始 或许我们可以变成一个 就是编辑教材跟协助教学的角色这样 那回应前面 彦儒学姐有提到的一些 学生回馈的问题 就是资料不足 然后输入方式跟分类方式不清楚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可以变成就是 开发一个有系统的教材 来供同学做参考跟使用 那这份教材它必须是开放 而且也是可以被搜寻的 那我们就不是只是把这些教材都放在 我们的Moodle上面 就是学校内部会有一个学生专门使用的平台 而是把它开放在网路上 让大家来做参考 那我们用的平台是HackMD 然后我们的权限会把它设定成公开 然后可以让大家来搜寻 对 那还有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大家会觉得编辑这件事情很无聊 就是可能在学校里面推广会遇到的 遇到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想说要让编辑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 那让编辑这件事情变得有意义 那最重要的是让编辑融入生活 那具体怎么做 我们就在 其实就是今年下半年就 事办了一个小活动 这个活动叫做一起去散步 然后寻找隐渝街市的老医馆 那这个活动就是用前面刚刚讲的 台湾医师民间里面的资讯 那去帮 帮这些老医馆找到他们的现况 然后他们的地址 那这是活动的照片 那我看一下这个叫左上角 左上角这张照片是 是远生医院 我没记错 应该是远生医院 那是在台南一间历史非常悠久的老医馆 那他现在是休息的状态 那中间这一张是 是我们去踏查的照片 就是会有历史系的同学 然后在右边 右边的这张照片 是我们在第二天的编辑小剧里面 就是在做交材这个样子 其实这整个活动都是事半吗 想说试一下流程 那发现其实他这个活动是满有潜力的 那我就想说如果我们之后都往这个方向来去做发展的话 那未来会变得怎么样 那未来会变得怎么样 我们可以回应一些 从历史学的角度回应可能医师的可能他的资料比较少的问题 然后一些老房子的问题 就以刚刚那个活动来说老房子的问题 他作为一个对于当地人有着重要记忆的地方 他的去向是什么 那如果他就在那个医师民间里面的话 那他是不是就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蛮有意义的 那就是我们大概社团里面在做的事情 好 那感谢这个单位的分享 那刚刚 还有一张总结 OK OKOK 来 请 好 谢谢那个彦儒跟 切太多张了 上一张 好 围情的分享 那最后我们成他粒子系 维基融入粒子教学 这几年的经验大概有一个总结 下一张 又跑掉了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在专业上有所深化 就是历史学的专业 怎么透过这个计划来做扩张跟延伸 特别是在数位人文跟资料库的运用上面 比方说我们刚才整理的那个台湾医师的民间 那我们就发现呢 其实最多 在后初期最重要的医师 其实是殖民教育训练出来的医师 所以那个叫台湾总督府医学专门学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机构 但大家如果去注意看到 你们也会看到叫东京女子医砖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女医师 但人数不多 他们必须离开台湾去日本求学 因为台湾不培育女医师在殖民时期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 可以贡献在我们对台湾的医疗史的了解的一些元素 是透过data非常慢慢的呈现出来 而且非常的清楚 那关系是非常的清楚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非常在意的就是社区端的参与 所以我们跟新港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我们在新港的高中生 那我们也参与他们老人家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下一步 跟新港有更多更多的合作机会 让历史系的同学都可以去 跟这个采集当地的知识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开放知识的一部分 保存下来 不然的话这些知识 长辈们去世的就没有了 就跟史料一样 史料你不去整理它 里面的知识也是就这样就没有了 所以最后就是 还是回归到历史学跟 台湾公民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希望这个关系是可以紧密的建立起来的 那危机是我们目前觉得一个 非常有力量的平台 或者是我目前觉得最有力量的平台 是非常值得尝试的 谢谢 感谢宏斌老师最后的总结 那三位分享非常的精彩 在这个专案就是 从当时就是我以及瑞克一起陪伴成功大学历史系做这个危机融入历史教学 他们从原本可能只有单端的 单纯的可能必修课 西上的课程 再继续发展到社团 以及我们接下来即将迈入第四年 开始投入我们讲说社区 投入厂照 其实我们一直可以去思考的点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说怎么样去让危机的投入 或是这种成人教育 中生教育的这个投入 开始往高理化做发展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思考一种高龄社会 或超高龄社会的资料库使用的流程 这个是我觉得从成大 现在我们从第三年即将迈入第四年 我们看到从社区这边 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点说 我们台湾即将要迈入这个高龄 超高龄社会下 我们可以设想到 如果以整人口数来算的话 这个高龄的使用者一定是越来越多 对 套一句 我们常讲话就是说 也不是常讲话就是 套一句有点细虐的话 人家说什么 我阿嬷都比你会用 那大家现在思考说 可能长辈对于数位媒体 或是数位媒介 可能是比较熟悉 可能比较不熟悉 但其实在某些状态下 有些长辈慢慢的慢慢的 他们可能很会用平板 他们可能很会用这个购物平台 他们可能很会用什么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 呃 陈大历史系在这一块上面 我们从最早讲维基百科 后来我们做Wikidata 再来再往后一直延伸一直延伸 那从Wikidata这一块 我又觉得可以去抓的另外一个点 就是说 诶 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数位资料库 无论你从数位人文的观点 或是从这个资料多元性的观点来讲 我们的资料是否不够多元 呃 相信现场只要有现场或是线上的伙伴 如果你去使用这个Wikidata去做查询 呃像刚刚彦汝示范的是中华民国的医师 那如果大家现在去做一个查询查询说 Wikidata里面的医师分布 你会发现 中华民国跟那个大日本帝国 可能是前三名 那这就代表说 全球真的最多的医师集合在这些地方吗 并不是啊 是因为 陈大历史系 这段时间的努力投入 而让医师资料这一块 在Wikidata这边 在中华民国 或是大日本帝国的这个范畴上面 有了一个数量的增长 那其他国家是不是也要去做类似的专案 其实我们在第1.5或第1 其实也有谈过很多 其他不同主题的危机专案 对 那这个是不是也会体现了 我们这个资料多元性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的一个分享 那首先想要先问问看 线上或现场的伙伴 有没有人想要提问或是想要 有没有想要给一些建议的 请 麦克风声音 好 那个徐老师还有同学 还有文乐者大家早上好 那关于刚才老师的分享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来自 也本身也是来自 也本身也是来自 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训练 所以我一直都非常好奇您的一个 您在去 在台大成大历史系去推广 维基百科写作 这方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想要来请教您 就是我自己在受人文学科的 教育的过程当中 一直有感受到说 就是人文学科 其实是很重视知识的一个 要必须要经过权威审核的 那个过程 那想请教老师 您在成大历史系去推广 维基的时候 您是如何去克服可能同才或是同仁 甚至是学界去质疑 可能维基百科 他较为缺乏一个权威性审核的过程 那您是如何克服这项质疑 让您可以在系上去推广 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写作 这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谢谢 好 谢谢白猫的提问 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 还是会常常遇到 但我觉得 我有写过另外一个短文 叫让维基成为转机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 历史学干嘛点里面 那你刚才提到那个问题 就是我统整就是说 我参与维基里面遇到 大概有三个蛮重要的原则跟精神 一个是他是台法的 他是服役的这样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那个知识的阶级性 那这个就是你提到的那个问题 那第三个是知识的代表性 是刚才文学提到的那个问题 那知识的阶级性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权威来审查 我们的知识 然后它才可以在社会上流通 以避免假新闻 这类的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出现这样 那这个在学界当然更是如此 所以学界样样的知识都有审查 都有各式各样的匿名审查 匿名双审等等 这就是一个学界运作的逻辑 它就是这样 但我就是说 我在跟我系上的老师讨论的时候 我的切入点 现在讲实战经验 我的切入点就是找年轻的老师 真的这个有generation gap 这个有世代差异的 你找年轻的老师 通常他们比较愿意切入 他们也比较愿意承认说 对啦 我们都有机嘛 一直摆着 摆着让它烂也不是办法 我们也赶快想办法来改它嘛 也就是说 我们不是放弃 我们有非常多好的研究 它是权威的 它是有匿名双审 它是花了十年才写出来的那一篇论文 它是真的有价值的 赶快让它净危机 赶快让它里面的内容净危机 而不是说让危机的历史条目 还停留在 比方说二十年前的研究讲怎样 我们现在危机上面通通都是这样的 所以 那怎么让权威的知识 已经接受过减合的知识 透过同学 透过公民的阅读吸收消化 然后再变成危机里面可信的内容 让它的可信度慢慢的提升 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 历史系的老师们沟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策略在成大 可能我们的教师群 新陈代谢的比较快 我感觉在成大历史系 还算推得有点成果这样 所以我会觉得说 比方说如果这个可以在全世界都推 文学刚才讲的那个状况就不会出现 因为文学刚才讲 就是现在wikidata里面的医师都是 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就是战前嘛 就包括台湾 以及中华民国就是战后了台湾的医师 医疗史的课里面 他们就会去整理医疗史的材料嘛 但全世界各地都有做医疗史的学者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 关于各地的医师的研究都做得比我好 做得比我深入 但他们没有把这些东西变成 开放知识 所以它一直停留在某一种封闭的 期刊或是专书的知识类别里面 并没有被充分的运用在这个 不管是危机条目或是说危机数据上面 我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 可以往外去扩张去延伸 那如果全世界各地的医疗史学者 都愿意带他们的学生这样做 那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 所以代表各地的一个 全世界医师的 比方说分布的 教育背景分布的状况的这个 这个map 就会跑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被期待 谢谢 我这边一个补充 我自己觉得就是 延续刚刚老师提到的 知识阶层性的部分 就是 危机百科本来就不是给学者读的 它还是一个科 我自己定义 因为百科全书本来 百科全书原本的概念就是说 我透过阅读这个书籍 我可以对于那一个词条 有一个至少是最基础的认识 这个也是我们那时候在 我们第一年第二年 遇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 成大历史系同学写的 危机百科条目 或者是写的wikidata 他们会写的太难 他们会去 因为 因为你们很懂那个东西 对 但是因为百科读物 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普世 或者一个 呃 我会讲说可能是科普型的东西 对 好 那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那刚刚有提到 有另外一位 請 各位参与者大家早安喔 我先说我其实有点代表一个 台湾哲学建制计划的成员之一 来这边做功课 所以今天早上这一堂课已经收获良多 那我其实回头先回答一下文远 你刚才的补充 可是虽然我们讲说危机不是给 不是给专家读的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危机是有专家写的吧 就像刚才讲的权威性的问题 呃 另外其实跳出来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 引用危机百科是件事吗 就是这其实好像也是我们在讨论的事情 到后来现在有AI有ChatGTPT 对于学术论文的写作 是不是一个讨论意见 就现在都在试讨论当中 好 回到我的问题 我想第一个先问的是老师 因为你今天讲到了跟陈大历史系的合作计划 我就非常好奇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你是如何推广 所谓如何的意思是 它的背后的经济基础 就是可能它是一个国科会计划 然后你才可以去怎么怎么样 因为这个好重要 就是关于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在不管在校园里面推广 在哪里推广 经济基础都很重要 所以你们这个所谓的母计划是什么 然后推动流程 因为老师刚才提到说这个计划会结束 那结束是因为国科2的案子到齐了 那我就更好奇以后可以持续推进吗 因为当我自己在台湾哲学的建制里面 我们谈论到这一点的时候也觉得很困难 就是如何把这件事情带入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 就是每一个历史系的学生都要会写PDR 或是就像每个哲学系的学生 其实都可以懂怎么建制资料 那我们整个在建制台湾历史 他台湾哲学建制的时候 就也许可以更轻松一点 或是有更多人加入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背后的整个合作的脉络是什么 我很好奇 那第二个问题其实 虽然听起来有点像悠悠班 但是我还是想要再确认一次 这也是文悦的问题就是 这些危机的资料我们就这样上去了 那他们到底在哪里 是云端他的那个机房在哪里 还是什么的 是如果有一天 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 危机被整个收掉 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这个东西我很好 因为文悦一直教我一件事情 是说那个资料的分散是重要的 就是你不能说全部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 那个篮子到底在哪里 第三个问题是 刚才也跟文化部的一个同仁聊到 这是我们现在台湾自己在做的事情 那请问generally 就是在国际上 他们在对wikidata这件事情的使用 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或者是他们是比我们走得更前面的 还是其实我们走得比较前面 都是很务实的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蛮复杂 就是说 因为其实成大这系列的计划 他多同经费 对就像刚刚提到第二个问题 叫做说不要都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我们连经费都不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对 那 对 稍微讲一下 其实推教学计划真的不太需要钱 推教学计划最重要的是 老师要不要做 因为你可以做得很简单 你就是在你的课里面 你要求学生做一个作业 叫做危机 那这样就成了 这样就可以做了 所以假设全台湾的哲学系的老师 有十个愿意这样做 那就会有十班的哲学系的同学在写危机 所以最重点是要说服老师 那 我那时候找文悦跟瑞可 那文悦跟瑞可就说 他们可以来上课 我也不用付他们钱 所以我基本上 其实不太需要有这个经济的压力 但我的确有申请 如果在台湾的脉络的话 教育部有深耕计划 那这个深耕计划 我之前就是每年都有申请来 那这个申请就可以协助我们 有一些那个参费啦 什么什么相关的杂志 我给同学一些公读金 这个是有的 那我们做了几年之后呢 我们就有一次文悦就跟 其实瑞可也有啦 就在跟我们聊说 那个危机有一个Alliance Fund 所以我们也有去申请危机的 Wikimedia Foundation的一个Grant 然后这个Grant呢 就让我们可以把那个 我们的触角 扩张到学校外面 不然到社区去 到社区去就真的比较花钱 你不管是交通时速 那个都是要花钱的 我们12月有一个工作坊 会办在台东 那个就更花钱 因为那个 那个就是说各种安排 就要更细致 所以我现在的感觉 其实说资源是要分布在那个 代表性不足的地方 像大学这种已经集中了 非常多资源的地方 其实相对是不太需要资源的 那你真的需要资源的是 像在偏乡的社区 像在台东的这个危机的基础的建制 这个是需要资源的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推广 我是觉得说 跟科技部或者文化部申请计划 应该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但我目前是没有这样做 因为我的力气已经 已经在那个另外一个 一条线上花了我大部分的力气了 刚刚提到第二个问题是 资料在哪里 我觉得Wikidata的资料很有意思 就是说Wikidata跟Wikipedia不太一样 Wikipedia有很多Mirror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建立 Wikipedia的镜像站 那Wikidata的状况是 它虽然本身有一个online 一个上线的服务 就是wikidata.org 这一个服务本身 那是一个上线的服务 但是你自己都可以去 下载整个Wikidata的dataset 所以你说那个资料在哪里 某种程度上很广泛的说 所有有去点过那个下载的人 资料都在那些人手上 就是他们都有资料 那这些去下载这些资料的人 他可能是个自然人 他也可能是个企业 他也有可能是某个线上的数位服务 那他们都持有这些Wikidata的资料 你可能没有办法很直接的知道 他去哪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有那么多人下载的这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就是流通在这些地方 那这是第二个问题 希望有回答到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抽象 他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讲说 这个是怎么样流通 尤其是Wikidata它是很背景在运作的东西 最后第三个问题 我想今天非常荣幸在台湾 或是跟德国举办这个Wikidata.com 其实Wikidata.com上面的每一个分享 都是案例 那包含我想Wikidata 我们目前最能拿来跟大家说明的一个大型的应用 就是Google搜寻引擎的知识面板 Google搜寻引擎 在你搜寻特定关键字 旁边会提供某些资讯 大家可能以为是维基百科 但其实多数的结构化资讯 可能都来自Wikidata 那这个是一个 我们常常会来讲的一个 你很快很快可以看到 可以面向 至少在台湾社会的一个大众来讲 一个很直接跟他们讲的一个功能 只是大家可能没有意会到说 这个是Wikidata在提供的 那当然还有其他 其实欧美有很多数位人文的资料库 他们可能都用Wikidata 或是Wikibase 类似的技术去建置 这些数位人文的资料库 那如果有兴趣 大家可以 就我们可以会后 我们再提供那个列表 那个列表可能很难移去穷举 但就的确有这样的列表 那其实Wikidata.com上面 也很多外国的讲者 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那想要先问一下 线上或是YouTube有没有问题 都没有 那现场还有问题 可以再一个 这一个 那我们知道 这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 也认为 可能都会有 能够进行的 能够进行的 还有学生的参与 所以我们也认为 可以说 我们有很多 如果我们有很多 这些资料 当然 我们可以去 其实你这些知识的建制都是来自学生 也就是所谓的UGC 那UGC的场景是不是最终的推动场合 其实就是类似于说你成立一个WikiCoin 有点像以太币或虚拟币的概念 那这个WikiCoin就只会在学生之间流通 所以它的金融成分的价值呢 就不会像现在市面上的比特币跟那个以太币 去影响到整个国际的金融 我没有想过这个变相耶 但是事实上有一个很大的状况是说 危机媒体的参与者 或是WikiDA的参与者 学生比例并不高 或者是学术机构的比例 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 对 所以我其实没有想象过这样子的可能性 不过去中心化的危机专案 在国际上的确有这样子的讨论 但是对于发行弊的一件事情来讲 我就没有那么了解 这个是一个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有趣 我回去再想一想 不过我们遇到学生端最大的问题就像你说的 就是说 学生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倒霉修了你的课 倒霉你又号召了一群老师 逼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写危机 那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就是不想要贡献在开放知识不行吗 那 我们有几个跟同学沟通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是除了B以外的沟通法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会强调这个在专业上是有价值的 这个不是跟历史无关 你今天历史系的学生 你今天哲学系的学生 你今天电机系的学生 这是跟你的专业有关的 因为每一个专业都要做literature review 都要做文献回顾 那基本上危机在做的就是文献回顾 那文献回顾消化整理之后 你把它变成一个平实的语言呈现给大家看 那这个对你未来的学术生涯 对你的学术的根基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你写报告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报告你是拿回家没有人看 你写危机你还可以放在网路上给人家看 你还会有比较有成就感 我们是这样子来跟学生做沟通 来跟学生说说服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也跟学生说 你们虽然阅读的是权威的知识 然后摘要消化整理代线 但学生其实有他们独特的观点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说 老师这个题目很重要 但为什么都没有资料可以用 那这个状况其实是 反过头来告诉我们学术界 所谓的权威者 说我们的知识其实是代表性不足的 我们的知识是有盲点的 我们学术研究是有漏洞的 是学生告诉我们 是功名告诉我们 那我们大概就会要 需要开启一个研究案来 处理这个问题 处理这个漏洞 那比方是三年五年 我就会再去拐那个学生说 来做个硕论怎么样啊 你既然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洞你来把它浮起来如何呢 如果他愿意 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 所以它是一个知识的循环 的过程 学生帮我们检视代表性 然后他可能未来成为 学院的生理军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启动另外一波的研究 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也希望这样的循环 可以带动起来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 我们的一位坑主 就是最早18年 跟海山学中心合作 李梅树的系列的时候 他们的一位助理 我就这么讲好了 我们那一天写了 李梅树的哥哥 刘青岗的条目 只花两天 可是这位研究员 花了三年的时间 正在写刘青岗的论文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一个循环 无论你是从论文循环到 那个危机条目 还是从危机条目 循环到论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学术上的循环 好 那不好意思 这一场已经超时满久了 那因为等一下也是 OK社 任何成大开放知识社的 这个社长雁如的分享 那我们就等一下休息到 35分 休息到35分 那今天我们上午的内容 都是跟Wikidata 跟教育有关 那也简单预告一下 燕儒的议程结束之后 会是另外一场 由这个国外 Wikidata社群分享的 这个Wikidata for Education 那感谢大家早上的参与 那我们等一下35分 后见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